首先,小编先说明 这期主题最年轻的国家 不是根据各国国民的年龄结构所排名的 而是根据该国独立的年份 所以越年轻的国家 也可以说是独立不久的国家哦 据小编的了解 距离上次最新的国家诞生 已经有接近十年之久 虽然如此 小编还是根据独立年份 整理了五个近几十年来 刚刚独立的国家 看看这些国家的名字 你是否有听过 以及他们独立后 直到今天到底发展到如何了 这是一个有关趣闻趣事 外加一点小常识的频道 如果你对这个影片有兴趣的话 那就不要忘了订阅 以及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咯 第五 帕劳共和国也称帛琉 帕劳是个位于太平洋的岛屿国家 四季如下 人们主要说英语和帕劳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日本占领 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由联合国授权美国 以太平洋群岛托管地实行托管 1979年帕劳首次举行公投 反对加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最后与美国签订自由联合协定 由美国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国防协防 换取该国享有内政自治权后 于1994年10月1日正式独立 旅游业是帕劳主要的经济支柱 这个人口仅仅只有2万人的国家 每一年却吸引可接待了约16万名游客 该国拥有丰富的海洋生态环境 可供游客进行潜水活动和浮潜 著名的景点包括了交实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沉船 虽然该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 但其人均国民收入却是菲律宾和大多数 密克罗尼西亚国家的两倍 耗劳计划吸引更多来自东亚的游客 并希望外国投资可以帮助他们 建更完备的基础设施 第四 东地问 东地问曾是葡萄牙在远东仅有的两个殖民地之一 在葡萄牙去殖民化放弃海外殖民地时 曾短暂宣布独立 但在印尼的入侵下 被印尼列为该国的一个省份 不过接下来的20年里 该地区不断发生抗争运动 并爆发了持续多年的独立战争 最终在1999年8月底 哪大澳洲等地区的支持下 通过公投决定独立 2002年5月20日成立了东地问民主共和国 东地问先后曾被葡萄牙、荷兰、日本、印尼统治过 导致多方文化交融、首都地利的建筑物 也有浓烈的知名地风情 一个这么年轻的国家 千辛万苦的争取独立后 政局仍然动荡 叛军的头目在2008年2月 袭击总理失败后上升 之后才恢复稳定至今 当时的东地问早已千疮百孔 民穷财经 经济状况与交易不佳 导致国民十字率不到60% 现在的东地问人民 Angela Ye 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与国际活动 也许在将来 这个国家的名字会更被常听到哦 第三 黑山也称蒙特内戈罗 该国原先是于1992年与塞尔维亚共主南斯拉夫联盟 但在1996年 该国政府宣布和塞尔维亚断绝关系 2000年在塞尔维亚强硬派下台后 在欧盟的调停下签署协议暂时与塞尔维亚成立 两个各自拥有经济主权的半独立国家 更名为塞尔维亚与黑山 但该协定也通过了任何一方都有权利可以在三年后提出脱离联邦的决定 最终黑山在2006年举行独立公投 凭着0.5%的微弱优势终止与塞尔维亚的联邦关系 后于2006年6月3日 在黑山议会正式宣布独立 同时成为联合国成员 该国经济主要依靠着旅游业支撑 亚德里亚海滨和境内的山景均美轮美奂 现已被列为世界遗产 沿霞湾东岸的古城科托也待望了整个旅游产业 根据之前的记录 一年内平均吸引了350万人次的游客 这位该国带来了可观的外汇收入 近年来 该国大力吸引外国投资者 直接参与该国的旅游新建设投资 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以促进当地的旅游业发展 第二 科索沃 无独有偶的是 该国与黑山一样 也和塞尔维亚有些许关系 但塞尔维亚对科索沃一直都不肯放手 导致科索沃的独立之路百转千回 直到2008年2月17日 科索沃宣布独立的那一天 即使美国等西方国家承认 但塞尔维亚政府仍然发表声明 绝不放弃科索沃的主权 并准备采取多项对该区的制裁措施 但保证绝不使用武力阻止科索沃的独立 在一个介绍科索沃的网页帐还列出 一行行的各国国家对应承认科索沃独立的日期 截至目前为止 总共累积了113个联合国成员国 承认科索沃为独立国家 全国人口将近200万 但20%左右的人民生活于贫穷线下 相比独立前的情况 目前科索沃的基础建设和交通网络 已有显著的改进 虽然如此 该国实际上仍需要各国的经济援助 值得一提的是 塞尔维亚承认其民选政府 但坚持认为该地区是塞尔维亚的自治省之一 科索沃究竟是不是一个独立国家 其实还算火炬争议 那大家认为 科索沃的独立算不算合法的呢? 第一,南苏丹 从脱离苏丹独立于2011年7月9日的南苏丹共和国 如今已经10岁啦 但这10年来可说是内战不断 你能想象随时准备听到枪声 就要立刻逃跑的生活吗? 这就是过去南苏丹难民的日常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记录 流离失所者高达170万人 他们无家可归被集体安置管理 所处的位置为生条件其差 南苏丹大部分农村人依赖牲畜 和农耕维持生计 由于内部冲突经常发生 有些农田和家畜还没长好就被毁了 终于在2018年 在苏丹的调节下 总统基尔与副总统马查尔 终于签署了和平协议 在这之后 他们确实不打架了 至今内战告一段落 根据联合国报告预测 从2021年4月至7月 预计有727万国人 将面临粮食危机 和严重粮食不安全的状况 许多家庭正经历 严重急性营养不良导致死亡的危险 这个最年轻的国家 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每个国家独立之后的初始之路都不好走 希望这个影片能增加你对这些年轻国家的了解 有什么意见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不过小编再次重生 希望大家能理性留言 文明讨论 如果喜欢我们这期影片的话 就记得帮我们按赞 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世界之罪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